第二是现在国内出现了过学日 弟子感到越习越忧 习的是人民对传统文化开始认可 和渴望着传统文化的回归 忧的是在弘扬传统文化时 有可能出现一些不如法的现象 如只挂一阵风图虚名 或出现一些偏激的行为 为弘扬中华文化带来了障碍 如何才能使过学远着正确的方向 诈实有效地去弘扬 昨天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是从夏威夷图著 他们的古老的教会 他们里面有重要的一句话 一切问题不在外面 在自己 要解决问题 还是从把内心的戒解开 外面的问题自然就化解了 疑问的这个问题也不例外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只有我们自己把内心里面 对人对事对物的对劣化解了 外面问题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对劣 对劣产生矛盾 矛盾产生冲突 问题是永远不能化解 那换一句话说 一切要从自己做起 这个国内出现这个过学日好事情 我自己有没有认真去学习 从哪里学习呢 这些年来 我一直提醒大家 从地自规做起 踏踏实实 不会穿外面 如果没有地自规 那就像你所说的一样 会产生流弊 那这个是没法子避免的 这根重要啊 中国传统文化是如是道 如是道的三个根 如是地自规 道是感应品 服饰十三叶 只要这个三个根砸好了 绝对不会出乱子了 是道具有核心的 都是他们那种 想不认真 是道具有任何 可能是要 都能处理 愿者 优优独特就能处理